大家好,我是阿烈 今天天氣並不是很好 雖然這樣子 還是來想來嘗試看租機車 看看 今天是來到 來租那個 輪胎城 來租租任機車這邊來看一看 原來是在這邊 在這裡 嗯,車子真的比較多一點 好,先進來去看一看 這有位置嗎 今天到了 原開城 機車 車子 好 有沒有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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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看了,這只要7小時 7小時就夠了 好,現在目前交好油 來上快速高速試試看 第一次騎重機上快速高速 方向燈好低喔,不好打 不習慣,還不習慣 OK 重機的馬力,果然跟我的輕檔車是不一樣 其實這樣騎是錯誤的 好比是汽車一樣 其實不能騎這邊 還是不習慣 所以以後再慢慢習慣 來,上個快速到的試試看 感覺 騎一騎來 手好痠喔 可能不習慣吧 看大車會怕怕的 雖然自己在開貨櫃車 可是還是看大車會怕怕的 空切有點大 高速行駛下 所以重機還是要買重點 在高速行駛下會比較穩 所以今天剛剛騎乘快速到的感覺還不錯 這款車滿好騎的 只是在高速行駛的話 重機真的還是會被封切 稍微會不穩 所以重點車上快速道路還是比較好 這款車 現在目前到永安這邊 看看大家有怎麼樣 可惜山區的天氣並不很好 沒有就想騎去山西晃一晃 從永安騎過 看看天氣還可以 所以又從永安騎到石面水谷這邊 試試看NT03騎山路的感覺是怎樣 所以要從這邊開始 大致上在快速道路騎起來 感覺還不錯 滿穩的 現在要來測試 騎山路的感覺是如何 適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然后今天刚从永安骑骑 现在在骑这个MT03 来到这个复兴区 然后感觉骑山路还蛮好骑的 还不错 一样是来这边喝咖啡 顺便测试一下这个DJI的Parking 2 稳定性如何 这一次不只是要体验第一次怎么出车 还有重机上快速道路的经验 最重要的是还要开箱介绍这个 我最新的那个录影的装备这个DJI的Parking 2 Mini的小三轴摄影机 它有个收纳盒 里头气距广角镜都可以放里头 这个小胎 而且我这个是全能套装组 还有这个麦克风 所以先来测试它的拍摄的稳定度 还有及画质好不好 这个好像蛮多动能的 那慢慢来测试看看 今天天气比较不好 所以今天的机动机出来的人比较少 那我们快走 那这稳定度如何 感觉太不错了 今天整体来讲 骑这个新款的MT03 蛮好骑的 蛮舒适的 只是我需要机车露营 这款可能就不大适合我 购买来去机车露营 现在还车 整体还不错 还不 蛮好骑的 不要还车 来不及之确 好看 可以 好看 可以 好看 不油 大 快 好看 好看 可以 可以 保持 自己 可以